好,那這個邏輯做成這樣就是 全部都用,我現在就是要全部用 edit pally的功能來完成所有的事情 好,那 然後呢,做什麼事情?開始選 好,那選取的時候記得不要在這種 有移動指令的狀態下,因為這個時候有缺點 你按著Ctrl點東西,滑鼠一個沒點好 就是變這樣 就會移動到,那也許不明顯,但是 最好是在 這個模式下,就是 Q,好,按一下Q,選取模式 那我現在在選什麼?欸,選太下面了,在上面一點 我在選 要做,兩邊要做面對面Bridge的面 這樣子 好,就是自己看,欸,面對面的面Bridge 好,那如果他不理你,像這樣子 因為這邊比較近 這邊比較近 這邊比較近 所以他跟自己,跟自己先Bridge 他根本不理會你這一邊 好,所以 像這種狀況呢 加一個一個來 好,一個一個來 Bridge以後看一下,然後1,2,加點segment 這個segment等一下有用,所以大概加 好,這裡顯示是6,加6 然後 出戲不要動他,就這樣就好 OK 好,然後 就可以開始選下一個 然後按Bridge 不需要再開那個小視窗 他會記得你剛操作完的數值 直接按這個 他就會生成 好,那 這個例子就是比較特別就是 因為他 如果他不看到 就是不看對面 如果像我這樣選兩個 他就是不看到對面 那 你就一定得一個一個來 好,因為他的判定原則上挑最近 原則上挑最近 所以OK 得到這樣子 好,連起來了 所以這裡,比照處理 好,我都是按了Ctrl加選 要養成習慣 就是 這個是,反正你切軟體 慢慢就會習慣 就是 Mass你就會按Ctrl Photoshop就會按Shift 好 那我就得到這種結構 好,看起來 哇好硬 抓下去屁股 會痛 嗯 所以呢 啟動另外一個新功能 選點 選中間的點 有一個面板 平常我們不會開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這個也把它關掉 這樣 好 有一個面板平常不會開的 在這裡叫做Soft Collection 柔性選擇 好 這功能呢 一旦你啟動它 你就會看到畫面上面這樣 這個樣子 好 然後我去移動 你就會發現 我只有選這裡旁邊會動 柔性選擇的意思就是 這是它的小面板 你所選的東西 比方說我移動1 比方說我移動1 旁邊看什麼顏色 比方說這個黃色可能是移動0.5 這個可能是移動0.1 對應的比例 所以我可以用這邊做調整 你可以看到顏色變色出去 好 那當然注意的也是 這個在動的時候 當然不要動到這裡 所以還有一個數值 叫做 Edge Distance 它預設是用距離 距離 好 所以我現在的距離是這個 然後它也有一些控制就是 你要是 這樣子 比較圓的 還是比較 尖的 比較尖的是這一個 這樣 那動的時候就會形成這個長相 好 但我現在應該是要比較圓的 可以Bubble多一點 好 那Full Off呢 你要注意一下不要動到外面那裡 這裡 這裡開始變色就不好 這裡 好 那 那如果要避免這裡 會動到呢 這裡有個選項 叫做Edge Distance 這個東西打開的話 它就很硬 的 沒辦法出去 這裡不管調多少都出不去 不會動 為什麼 因為 它的意思 這個如果啟動的話 就不看這個距離 這個如果啟動 這是衰減的作用力的強度 這個如果啟動是這條Edge 旁邊一條 那我們現在需要旁邊兩條 好 你這樣子切 這個數值怎麼調都不會出去 頂多全部變紅色 那個 顏色很強而已 再退回來 好 像這樣 那我就可以把它變成這樣 看起來比較能做人 好 那 這裡也是 好 不過這一邊的調整呢 你就要這樣子調 因為這一邊 我沒有辦法 保證一定剛好 對的這個角度 所以你自己要 大概抓的一下 那個感覺 好 OK 所以 欸有了 那 做了這一邊 你就會再發現另一個問題 那 椅背那個管子是硬的 椅背這個管子是硬的 所以回去 欸 轉錯視窗 Shift Z Undo旋轉 改圈這裡 把這裡接起來 就操作是一樣的 換成把這個地方 connect的起來 2 3 4 5好了 好 好 那 再換成選點 選這裡 這個東西有用 尤其在選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看 如果沒有打勾 Edge Distance 用距離去算 這裡離這裡非常近 所以一定會被選到 如果你打開Edge Distance 這一個點 這個地方其實離它非常遠 因為它繞很遠的 距離才繞過來 好 照Edge Distance的時候就會很遠 所以 像這一邊我就可以再做一次設定 2 3 可以多一點 因為椅背 這裡要彎的地方要稍微多一點點 好 一樣 那 太硬了 再軟一點點 再多一點好了 OK 那 所以我又可以用這個地方做這個調整 好 你要拉多一點就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作用效果 我只做一點點 只是讓它 這個地方 坐下去的時候 背不會被這個管子卡住 好 那 看起來能坐人的椅子就出來了 好 這裡當然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這個 不應該是繞一圈 好 如果你有去注意的話 這應該是繞到這裡 然後這裡有鉤釘釘住 這裡面應該不會有 不過如果要做到那樣子 不是不行 再多花一些時間 在一開始選面 都要清掉一些不要選 好 那在這邊我們不做到那麼複雜 好 那這樣以後當然還有一點點東西 簡單的小東西做一下 轉轉轉轉轉轉轉到這裡 就做個小小的Box 比椅子寬一點點就好 我在弄什麼東西 呃 我只是要做個 椅子 的 防滑點 那這個東西你就不需要弄得很複雜 因為 你就直接這樣按住Shift 複製放兩個 OK 然後 選起來以後按Auto 取消椅子 再複製一個過來 這個不用放得非常精確 因為 其實只要有這個東西就可以 而且我應該做得太大 做太大 應該只要 小小的就可以 那這個東西做不做 倒不是那麼一定重要 有做比較 就整體性比較好 沒有做的時候它看起來會 就是少了一點 那麼一點點東西 這是在做3D的時候 你平常就要養成觀察 這種椅子 它這個底下一定有一個小小的止滑墊 像這樣的思考 所以 像這樣子椅子就完成 當然還沒有全部好 因為我還沒有把 這個放到地上 它現在地在這裡 地面在這 這個還在地上 應該說它插在地底下 所以還得做 稍微搬上來一點點 這樣才會在地面上 這樣才會在地面上 那明確一點給同學看的話 就是我做塊地板 Plan 打開鎖隔墊 直接做一個地面 好 然後 Standard再切到 High Quality 有影子 這樣就會比較明顯 看到有沒有這個 很明顯的插在地底下 好 很明顯插在地底下 可以選起來 地板取消選擇 椅子取消選擇 這是一個操作習慣 好 不管3C21先框起來 按著Auto鍵 把不要的再框掉 那我現在就可以 關掉鎖隔墊 大概的 椅子也要動 大概的往上翻 看起來 放在地上就可以 是不是放得很準 這時候沒有那麼重要 大概 在地上就可以 不要扶著 好 那大概 OK可以了 那這樣就行 好 這樣 一個 雖然看起來不太 搭這種椅子 跟這個桌子不搭 不過 你就得到第一組 看起來是一個完整的物件 好